越南美洲摘要新闻 越南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强劲复苏 国会批准65亿美元,以扩建南北高速公路 尽管受疫情影响,越南连续第六年保持贸易顺差 越南有68.36万家正在运营企业 越南在亚洲最佳运营成本方面排名第三 越南将在2030年拥有28个机场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对今年越南经济做出了较为积极的预测 预计增长6.5%至6.7% 渣打银行认为,2022年与2023年越南的GDP将强劲复苏 分别为6.7%和7% 并认为越南的中期前景仍然乐观 汇丰银行在近期发布的VNM at Atlantis报告中表示 经过两年增长放缓,2022年越南经济增速将加速至6.5% 政府还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至7% 相当于疫情前的水平,越南在2021年触底后文部复苏 很快将恢复各方面的增长势头 汇丰银行指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疫情的爆发情况 尤其是奥密克戎的出现,但疫苗接种工作的促进使情况越来越乐观 这有助于避免未来再一次出现社会隔离 周二,国会批准了越南南北高速公路延伸至东部的扩建工程 该扩建工程长达729公里 此次扩建工作,获得474名议员中的93.99%的选票 允许政府动用146.990万亿越南顿 约合65亿美元的国家预算,来实施12个扩建项目 所有项目总用地占5481公顷,其中农业用地占1532公顷 保护林地占110公顷,生产林地占1436公顷 在12个高速公路项目中,10个将有6个车道 梅宫和三角洲的另外两条高速公路 秦居后江高速公路和后江金欧高速公路将各设四车道 所有工作都要从现在开始落实,目标到2025年基本完成所有项目 2024年投入运营 2021年,越南的进出口总额约为6700亿美元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越南已经连续第六年获得贸易顺差 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收入最多的经济体之一 2021年的出口额为3362.5亿美元 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19% 比当年的计划高出15% 越南实现了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同时进口额约为3322.5亿美元 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6.5% 因此,越南的贸易总额达到了6685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了23% 这一成就是在全球贸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背景下取得的 除贸易表现外,越南2021年的工业生产 比去年增长了4.81% 对扩大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2021年经济调查,即至2020年12月31日 越南有68.36万家正在运营企业 比2016年增长35.3% 根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总局 GSO公布的调查初步结果 2016万2020年期间 企业数量每年增长7.9% 仍低于2011年至2016年8.7%的平均值 亚太地区领先的商业转型咨询公司TMX称 越南的运营成本在亚洲9个国家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柬埔寨和缅甸 根据最近的TMX报告大规模的供应链迁移 降低了在亚洲的商业成本 越南制造业的平均总运营成本 每月79.280美元到209.087美元不等 而领先的新加坡为366.561美元 排名第二的泰国为142.344美元 报告显示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 越南排在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之后 排在第四位 平均每月10.8196万美元 劳动力成本在这些国家的总成本中 但比高达55% 根据2021年至2030年的对方机场 发展总体规划草案 预计到2030年 越南全国将有28个机场 其中包括14个国际机场 并有面向2050年的愿景 该计划的细节已提交总理犯明证批准 根据该计划 这些机场每年将接待约2.759亿名乘客 处理约410万吨货物 交通部将寻求优先投资一些主要机场 如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 和胡志明市的新山翼机场 同时还将升级和有效利用目前的22个机场 并建设其他6个机场 吉隆城、纳产、乃州、沙坝、广宁和攀切 到2050年 全国的机场数量预计将增加到31个 包括14个国际机场 河内摘要新闻 河内第一条地铁线正式揭幕 河内将在2021至2025年发展工业区 河内到2021年将完成近546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河内将于2022年开售26000套公寓 河内公寓售价上涨13% 5年来最高涨幅 河内的吉林河东线是越南的第一条地铁线 于1月13日在河内正式投入使用 经过两个月的运营 该服务获得了第100万名乘客 交通部部长软文体在仪式上说 河内的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都市铁线 已经按照越南政府交通部和市人民委员会制定的标准 进行了基本升级 吉林河东铁线已于2021年11月6日投入商业运营 它是首都计划在2030年前建成的10条线路之一 总长度为417公里 其中82%在地上运行 其余在地下 近期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 签发2021-2025年阶段 成立2-5个工业园区的提案 新成立的工业区包括 硕山县硕山清洁工业区 东英县东英工业区 长信县北长信工业区 张伟县复一工业区 和长信县凤邪工业区等 河内还将推进在建设中的工业区 为河内南部工业区第二阶段解除困难 河内目前有10个工业区 总面积超过1347公顷 其中9个工业区面积超过1270公顷 覆盖率达100% 尽管受到疫情的不良影响 住房领域仍然得到发展 截止2021年 河内完成了12个商品房项目 5022套公寓和469套独立住宅 总建筑面积近54.6万平方米 河内还颁发了12000多张建筑许可证 相当于近50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1月6日 在会议上河内公布了全市2021-2025年 住房发展规划成果 其目的是评估2021年规划方向 任务及有关2021-2025年 经济都市发展与创新的三号纲要实施情况 据越南 Cushman & Wickfield CNW 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称 预计到2022年 河内将推出约2.6万套公寓 预示着该细分市场充满活力的前景 南部一些知名开发商 如Master's Homes 福龙和兴盛 最近已进入河内房地产市场 此举有望为推出更多优质公寓 提高市场均价奠定了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 由于最近爆发的疫情 河内的GRDP在2021年增长了2.92% 低于上一年的4.18% 根据这份报告 2021年河内约有1.7万套公寓开售 同比下降7%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这是连续第二年新增供应量减少 从细分市场来看 终端公寓仍然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 占全年新增供应总量的72% 同时高端细分市场位居第二 占新增销售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这也是该细分市场近三年来比重最高的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河内见证了 位于市中心的首个超豪华公寓项目的启动 创下该市历史最高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 据单位报告称 截至2021年底 河内市场平均售价达到1596美元每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3700万越南顿不含增值税和维修费 每年增长13% 这是过去五年来最高的增长率 胡志明市摘要新闻 2022年越南房地产市场的浪潮 三环路沿线土地拍卖方案 胡志明市高端公寓价格 腰升36% 取消购买最昂贵的土地将扭曲市场 随着国内外开发商加快新项目的建设 房地产市场已经结束了 具有影响力的一年 并有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 2021年最后几天 胡志明市民委员会发布决定 批准乐天集团在首的是 首天新城区投资的 五百分之一 生态智慧城市项目的详细规划调整 这是该项目因政府对首天新城区 所有项目的审查和检查 该项目已经停滞了近十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021年3月 经主管部门审议 政府发布决定 允许乐天集团继续实施该项目 该项目由乐天集团投资近10亿美元 旨在开发一个金融中心 商业和综合服务 以及可容纳6500多人的多功能住宅单元 市场非常乐观 去年12月 奥密克戎变异株在越南出现的消息 令房地产市场感到担忧 然而许多市场参与者 仍然对2022年的复苏抱有希望 因为越南人想要拥有房屋和居住用地的心态 不断推动需求 除了乐天集团和CLD 许多其他开发商也在积极推进项目 胡志明市交通局已提议 将三环路沿线项目的地块进行拍卖 为该项目筹集资金 该部再发给胡志明市政府 和胡志明市国民议会代表团的项目实施报告中称 三环路一期工程预计耗资83.29万亿月顿 其中土地出让金超过46.97万亿顿 道路设计有四条车道以及二条平行道路 这条路将经过胡志明市 鹏南省平阳省和龙安是四个地方 他们都同意在2021-2025年期间开发该项目 据托威处报道 这些地方将审查并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 并在下个月提交给总理 除了路边土地开卖的收益外 还需要调动其他合法的资金来源 包括路费征收权 2021年第四季度 胡志明市A级公寓的平均售价 达到每平方米1.436亿越南顿 6266美元 环比增长36% 据房地产服务提供商库什曼和越南维克菲尔德称 与去年同期相比 这一数字也增长了23% 去年第四季度 B级中端公寓的平均价格为 每平方米5670万 越南顿2474美元 经济适用公寓的价格为 每平方米4090万 越南顿1785美元 环比上涨了7% 第四季度B级和C级公寓的价格 与上一季度相比变化不大 但分别同比上涨15%和26% 这些公寓主要位于胡志明市东部的郊区 但首先公寓数量为2600套 较2020年同期下降69% 但较上一季度增长54% B级公寓占90% A级公寓占10% 今年第四季度没有推出新的C级公寓 根据库什曼和越南维克菲尔德的数据 2021年第四季度 新旧项目售出的公寓总数接近3000套 B级公寓占82% A级公寓占11% 预计未来一年里将有约2.5万至3万套新公寓投放市场 虽然到2022年仍将使用在线销售工具 但从去年年底开始 取多企业以投资建设样板房 以支持直销和提高流动性 专家表示 在竞标创记录价格后 取消购买土地是一种扭曲市场的做法 上个月成功竞购胡志明市首天半岛一块24.5万亿越南盾 10.8亿美元土地的新黄明 在1月1日至越南领导人包括党委书记阮富仲 的一封信中表示 该公司不会购买这块1060平方米的土地 取消收购意味着 该公司将没收5884亿越南盾 约2600万美元的保证金 该公司董事长杜英勇解释了取消的原因 称如此高的价格可能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后果 首天新城区是一个占地657公顷1623英武的大型项目 旨在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该项目位于胡志明市东南部的同名半岛上 胡志明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地级和土地专家表示 新黄明退出并不习惯 因为此次行动中获得的每平方米24.3亿越南盾的地价 比该市的发展领先了10年 在越南市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说 这是一次冲击导致许多地方的地价上涨 甚至引发了土地热